地藏经 它就可以减轻痛苦 它就可以不剁三恶道了 地藏经有没有这样子说啊 有没有啊 有 第四个 能常义 这边讲的能常义是说 地藏王菩萨都是满众生愿的 随着众生的需要而视线 有些人要身体健康 地藏王菩萨没问题 有些人要找到好工作 地藏王菩萨说小case 有些人说 我要跟地藏王菩萨救苦救难 地藏王菩萨就加持你做菩萨 能常义 第五个 能持义 能持义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持有地藏王菩萨千百亿的力量 所以佛菩萨的身在你身上 佛菩萨的口力量也在你的嘴巴上面 所菩萨的内心所想的都会在你内心完全呈现出来 能持义另一切万物得以生长 第六个 能力意义 这边讲的能力意义是不是世间的 是解脱的 学佛就是为了要解脱 离开生死轮回 所以你归于地藏王菩萨之后 不但有世间的福报 那你慢慢的你对这个世间会有出乎离心 知道这个世间是假的 这个世间是苦的 多一天 多利益一天 帮助众生 第七个 兼劳不动义 这边讲的兼劳不动义就是说 我们对三宝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人家叫你说晚上不要像帝宗金 要像吗 不会啊 人家叫你不要念帝宗王菩萨 要念吗 不会啊 人家叫你不要吃菜要吃吗 不会啊 不要插味了 我们做我们的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比什么 我们比不完 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所以佛陀说 不要因为他人的言行举止 而让你对三宝退失信心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学佛第一年 佛永远在我心中啊 第二年在哪里啊 在门外啊 第三年呢 佛祖是佛祖 我是我 这样都没交叉啊 所以兼劳不动义 所以每天念帝宗王菩萨108生啊 你的信心就有如树根一样 完全不可动摇啊 那现在我们 我来讲两个 地藏王菩萨的故事 我们就来送地藏经 好不好 在这个清朝时代 有一个 有一个乞丐 他到处去给人家 分食物 去吃都要人家分啊 那今天分没他就没吃了 但是这个 乞丐的名字叫做梁氏啊 然后他都是在这个市区啊 旁边有一间地藏王菩萨的寺廟 他就在那边 人家分啊 偷吃啊 那有一天啊 那这个梁氏就在地藏庙里面 就看着一个妇女 在跟地藏王菩萨圣号 在求跟地藏王菩萨讲话 那讲完话之后 讲了大概三分钟 那他就离开了 匆匆忙忙离开了 突然间这个梁氏 看到这个妇女离开的时候 那口袋里面掉出来一包东西啊 那梁氏看到 就顺手的就给他捡起来 然后捡起来之后就给他打开 哎呦 五十牛呢 五十牛有这个吗 有这个啊 五十牛就像我们现在的五十万一样 所以这个梁氏就 他就心里就这样子想 哇 这么多钱 那这个妇女掉的 那这个妇女一定很着急啊 那梁氏就默默的不说话 因为梁氏他有一个病 有一个疾病 他生出来的时候就僻僻啊 僻僻啊 没办法弯曲啊 脚也是一样 好像小鹅麻痹一样啊 他走路都要慢慢慢慢走啊 那所以梁氏就有上根了 他就把这个钱 不说什么话 他就静静的 那等待这个妇女回来 乃至于梁氏也不敢 把这个钱说 算了去算了去 梁氏说这个钱一拿出来 保证会不见 所以他就待在这个地方 希望这个妇女再回来啊 所以妇女找不到钱之后 匆匆忙忙哭哭啼啼 然后就回来 然后就在那边跟这个附近的人 有没有看到我钓一包东西啊 这一包东西对我很重要啊 然后他就说 这一包东西 是我要来救我这个先生的 那我先生被判入狱啊 需要这些钱啊 来保释啊 乃至于这个妇女 肚子里面又有小孩啊 如果没有这个钱啊 可能会死三条人命啊 因为这个钱是 是这个妇女去给人家借来的啊 所以当这个事情这样子闹开之后 那梁氏确定这个钱是他的 所以梁氏等这个旁边都没人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就默默的去找这个妇女啊 然后梁氏就这样子发愿 我梁氏心惨 我梁氏生惨心不惨啊 过去是造了恶业 让我现在成为这样子啊 希望我做此这个善业 我下辈子不要再驼背啊 能够有这个完好的身体啊 来修行 所以梁氏这样子讲了之后 就把这个钱拿给了这个妇女 妇女好高兴喔 如获至宝啊 那所以就这样子告一个段落 那再过几天啊 那7月份最后一天 什么日子啊 你知道了 对 地藏王菩萨的圣诞 那这一天人非常的多 大家来寺庙拜地藏王菩萨 人潮很多啊 那这一天很奇怪 这一天都下雨 那下着雨 那然后就这个梁氏也没有回去 就在这个寺庙 寺庙门都打开了 那梁氏就在这个寺庙里面睡 睡到半夜的时候 那梁氏就突然大叫 啊啊 叫得很大声很凄惨 大家以为什么事 啊白天的时候 就看到梁氏 整个身体都恢复正常啊 可以走 可以跑 可以提东西 变一个人 大家觉得奇怪 梁氏 你身体好了 对啊 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梁氏就跟这些人说 我也不晓得怎么样 我觉得奇怪 半夜睡了 睡了 睡好睡 然后他就突然就看到 哎呦 怎么看到地震王菩萨 然后带着两个官人 然后这个官人 一个官人就 压着他的脖子 另外一个官人 就拿着这个板子 啪啦 他抓到啪 然后啪 啪得听不 黑白叫就叫 哪啪哪叫 啪啪啪 啪啪 打一打 我早上就变这样子了 我不可思议啊 你怎么没说过 等一下给师父打啪 好不好 我没人 我什么 等一下请赞员 你怎么说 腳痛 说腳 有 有听说 有没有 不可思议啊 你看 善念就可以改变命运了 所以地藏王菩萨 他希望我们行慈悲啊 第二个故事 送地藏经断除噩梦 在这个日本啊 那日本也有 供奉地藏王菩萨 也有礼拜地藏王菩萨 有一个薛母啊 那薛氏 常常晚上做噩梦 那常常被鬼追啊 爱爬叫母啊 晚上邻居都用叉子都睡不着了 他自己睡不着就什么 你看 叫有疼吗 自己睡不着就什么 村民家庭都叉叉起来 那村民家庭也 他说 真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那 这个薛氏有善根啊 他的朋友有学佛 就告诉这个薛氏说 你常常这样子啊 你过去是 照下的恶业 乃至于你过去是 的父母 祖先 没得度 地藏经有没有这样说啊 有没有啊 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 你睡不着 又恐又不 又乱叫 那就是 过去世的父母未得度 应当念地藏经 应当读地藏王菩萨圣号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这些 噩梦 噩相就不见了 那 这个薛氏就 乘着他的这个朋友 的忠告 就开始念起地藏王菩萨圣号 因为他告诉这个朋友 哇 地藏经这么厚啊 所以他就说 没关系 你不要念地藏经 你念地藏王菩萨圣号就好了 一样的功德 所以他念了一个礼拜 晚上好不好睡觉 好啊 所以你睡不着的时候 念地藏菩萨圣的好吗 就是这个两个故事 供养给你们 阿弥陀佛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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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 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 唤醒无垠的盎然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 位于屏东县春浦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之业中华呼声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 养育着许多的污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驴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更激发起活动力 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法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熬熬待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之门 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而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舍园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顾持帐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身协会 大家好 我是小药客阿包医生武汉萌 武汉飞龄期间 不管是轿车或自驾 都应落实车内防疫 温奖大哥要注意防疫三步骤 第一 每天定时用西式漂白水或消除水 噴灑擦拭如手把 后座荧幕等乘客常触摸的地方 第二 出车前不忘量体温 如果有发烧 呼吸道症状应该暂停出车 立即就医 第三 打开车窗 保持通风 将近密闭空间的传染机会 不管是驾驶或乘客 全程都应该佩戴口罩 如果乘客不配合 最高可处15000元罚环 上下车时也可以搭配干洗手消毒 开车或搭车都是防疫中央环节 让我们一起 驾驶用心 乘客安心 共同守护健康好放心 摄香猫咖啡 猫屎咖啡又名为摄香猫咖啡 它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之一 属于咖啡中的黄金品种 这时几位顾客走进咖啡店 然后吃惊地看着橱柜上摆放的一罐罐咖啡豆 哎呀 这些咖啡豆怎么这么贵呀 因为这是摄香猫咖啡 所以价格自然会贵一些 原来这些是摄香猫咖啡呀 听说这种咖啡的生产过程很特别呢 没错 摄香猫咖啡是由摄香猫吃下成熟的咖啡果实 经过消化系统排出体外 提取出来后加工完成 由于通过胃的发酵 所以产出的咖啡别有一番滋味 它的产量可是很少的 所以价格自然会很高 原来是这样啊 这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难得能遇到这种纯正的摄香猫咖啡 我们买一点尝尝吧 好的 我们买一些尝尝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买这种咖啡的好 哦 为什么呀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姐 我知道你学佛一直放声护声 但这是猫屎咖啡 我们购买它 并不会对摄香猫构成什么伤害的 是啊 姐 我们购买猫屎咖啡和购买鱼翅 珍珠以及皮毛制品是不一样的 这位小姐 难道你认为这种咖啡会对摄香猫造成伤害吗 嗯 当然了 这怎么会呢 小姐 你想多了 这种咖啡只是摄香猫的排泄物而已 它将吃下去无法消化的咖啡豆排泄出来 然后人们将其减食回来 进行加工而制作出来的 它的整个过程对摄香猫来说毫无伤害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那是以前 过去摄香猫咖啡的确是这样采集的 可是后来却改变了 我如果不是去摄香猫咖啡的产地看到那一幕的话 我绝不会相信真相会是那样的 啊 真是太棒了 一开始的时候 摄香猫是每一位咖啡员主人最欢迎的客人 人们赞美他 以他的名字或粪便命名咖啡 而且咖啡员主总会期望他能光顾自己的咖啡员 因为这样的话便会得到价格不菲 带有咖啡豆的粪便 不同咖啡员里很多人在那里检视着摄香猫还有咖啡豆的粪便 哎 这些量也太少了 那些猫怎么不来我的咖啡员啊 老爸 现在摄香猫咖啡的价格可是越来越高 已经翻了好几倍了 我们得想办法 多吸引一些摄香猫来我们咖啡员才行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是摄香猫整天这跑那窜的 谁知道他们喜欢去哪里 就算他们跑到我们这里吃了咖啡果实 可却跑到别人的园子里排泄出来也说不定 有道理 如果有个办法 能让摄香猫一直留在我们的咖啡员该有多好啊 哦 让摄香猫一直留在我们的咖啡员 对呀 儿子 你这个主意不错呀 我的主意 我出什么主意了 我们可以将摄香猫一直留在咖啡员啊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便会有很多很多的摄香猫咖啡的 哈哈 真棒的想法 随着摄香猫咖啡价格的攀升 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到处去捡食摄香猫的咖啡豆粪便 人们开始大肆地捕捉摄香猫进行圈养 哈哈哈哈 太棒了 又抓到一只了 原主将捕捉来的摄香猫放进了笼子里 他进了笼子后不停地四下冲撞着想逃出去 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么结实的笼子你是逃不出去的了 来 该吃饭了 就这样 人们囚禁他的自由 限制他的饮食 把本应是零食的咖啡果实变成了他唯一的食物 让摄香猫沦为一只只可以生产咖啡豆的机器 收购猫屎咖啡豆的老板来到了咖啡园 很多园主拎着装有猫屎咖啡豆的袋子聚集了过来 哎哟 老兄 你怎么才找到这么一点啊 要知道最近摄香猫咖啡的价格又涨了 你得想想办法啊 这东西价格那么贵 谁不想多找一些啊 可是摄香猫不来我的咖啡园 我也没有办法啊 可不是嘛 最近我咖啡园里的摄香猫也越来越少了 那些家伙究竟都跑到哪里去了 哎呀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摄香猫咖啡豆啊 整整两袋子真是太离谱了 这两袋子里的咖啡豆真的都是摄香猫排泄出来的吗 当然了 难道我还能弄虚作假不成 这些咖啡豆的确是摄香猫排泄出来的 我收购摄香猫咖啡豆这么长时间 一下子能提供这么多咖啡豆的 你还是第一家啊 老板 只要你价格高 我以后还会给你提供更多的 哦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那是当然了 老兄 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摄香猫咖啡豆啊 是啊 教教我们吧 大家有钱一起赚啊 这可是秘密啊 不能告诉别人的 园主说完 园主说完 拿着钱便和儿子一起离开 其他人羡慕地看着他俩走远 园主咖啡园的一个角落里 那里安置着一个个笼子 笼子里观着一只只摄香猫 儿子 快去取咖啡果实来喂他们 我们需要更多的摄香猫咖啡豆 你们这些家伙快吃啊 我们可等着你们给我发大财啊 怎么就只吃了这么一点啊 儿子放心吧 等他们饿了就会主动来吃的 那只摄香猫自从被抓进来 它就没吃过东西 它这是在绝食啊 有很多动物在失去自由后 会选择绝食的 啊 既然这样 那不如我们将它放掉吧 如果它活活饿死在笼子里的话 那实在太可惜了 放掉它那可不行 如果因为它一直在绝食 而将它放走的话 那其他的摄香猫也会学着它绝食的 它既然想饿死 那就饿死好了 说完 它转身离去 笼子角落里的那只摄香猫 越来越虚弱 终于它倒在了笼子里 眼睛一直盯着笼子外的景色 可怜的家伙 何必要这么为难自己啊 活活饿死自己 这些家伙的脾气 越来越暴躁了 即便不绝食 这样暴躁的撞击着笼子 也会受伤死亡的 是啊 我们得多捕捉一些摄香猫才行 上次捕捉的那一些已经死掉好几只了 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可就很难收集到那么多的摄香猫咖啡豆了 没错 我们得再多捕捉一些 不过最近周围的野生摄香猫越来越少了 好像其他人也都开始效仿我们在捕捉摄香猫了 哇 难怪最近那些贩卖铁笼的小贩经常来我们这附近啊 看来大家都开始饲养摄香猫来生产咖啡豆了 人们为了获得高价摄香猫咖啡豆 便将它们残忍地关进窄小 没自由的笼子里 很多摄香猫会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极度烦躁和压抑而濒临崩溃 笼子里的摄香猫有的在焦躁地来回走来走去 有的在拼命地咬着笼子 嘴角都被栏杆割出了血 有的用脑袋撞击着笼子 撞得头部鲜血淋漓 医生啊你看这几只摄香猫究竟是怎么了 自从被带到我这里 没几天它们就都像疯了一样 它们只是被囚禁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感到焦躁而已 哎呀那几只猫的身体也不太妙啊 怎么会这样 这些猫怎么一到我家 不是精神出问题就是身体出问题 这是怎么搞的呀 这些摄香猫原本是极热爱自由的动物 但是你们却将它们给关押起来进行饲养 有些摄香猫骨瘦如柴 因为它们只有被喂食咖啡果食 有些则是过胖 因为它们从来无法自由活动 更有些摄香猫摄取过量咖啡因而表现异常 咖啡果食原本只是它们的零食 可现在却变成了它们唯一的食物 长久下去 这些摄香猫便会因为缺乏其他营养 而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 这就是它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 现在人人都将它们饲养起来 生产摄香猫咖啡 我相信它们慢慢会适应这种生活的 就因为摄香猫咖啡昂贵的价格 让摄香猫成为了世界上最悲惨的猫 它们沦为了一只只可以生产咖啡豆的机器 它们在狭小的笼子里每天吃着咖啡果食 一直到死去为止 天啊 怎么会是这样 真是太残忍了 真是没想到 摄香猫咖啡背后 竟然藏着如此悲似 是 是啊 人们竟然为了高额的利润 而如此伤害这些摄香猫 真是太残忍了 我们品尝的那一杯杯香浓的咖啡背后 却是摄香猫悲惨的一生 它们一生都生活在狭小的笼子里 这对它们来说是多么的痛苦与悲哀啊 是啊 那种囚禁的生活 对于热爱自由的摄香猫来说 无异于地狱 可是 它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错的并不是摄香猫 而是内心充满贪欲的人类 被囚禁起来的也不应该是那些猫 而是我们啊 没错 所以有些人建议 还是尽量避开这种咖啡 因为我们无法确保 这些咖啡豆的来源百分之百是野生的 而它通常来自关在笼子里的摄香猫 我们应该抵制这种极不人道的做法 因为每一只动物都应该被爱护 生命都应该是平等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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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轻轻 持就知忘年 生命天使 愿宁持久 不断出忘年 接下来请收看